我們有15分鐘的時間的Q&A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問一些問題的話,歡迎 多謝你,Savio 很興奮 原本我的Q&A和我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介紹五個新的組織 但是我打算不如就利用 next 30 minutes 兩樣東西一起做 那我給你們就是我們11點半香港時間 就會完這個session 我第一樣東西就是怎樣呢? 我就會link up一些人 我叫你們的名字 如果我叫你們的名字,我想你turn on your video 然後我就會link you up Kelvin Lamb Francis Chin Frank Van Rod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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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b Michael Ng 還有 我不見了Shirley Shirley 我會說所有的人 我發覺還省時間 看先有哪一個 Michael Rodgers Francis 可以 OK 好了 就這樣 現在開始了 其他一些如果出現就出現了 第一件事 我就想給幾分鐘 Ke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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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自己 你自己 好啊 Hello 我是Kelvin 那 我都是從香港過來 我在這裡就九年了 在這裡讀大學 然後就試過不同的行業 我現在就是做這個審計的 在一間會計師樓那裡做 那 其實我可以問問題嗎 可以 歡迎 可以 OK 我也順便想提出這件事 就是 我在這間公司裏面做了都可能大半年 那裏面是很多人的 說的是一千幾百人去那一隻 那他們呢 就周不時都很多社交活動 那我自問呢 都是一個 挺肯認識別人的人 但是 如果是one on one去認識別人 我都OK 但是在他這樣的環境 自己什麼人都不認識的時候 然後裏面有很多人 而且他們自己已經大家認識大家 就很多個個圈子這樣的情況 那我就好像愚蠢蠢地走進去 就不知怎樣去跟別人去建立關係 因為別人都有 別人的朋友已經在那裡了 那所以 那經常都害怕的 有時候就避免了去那些 但其實又想去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 我問Safio 你有什麼想法 你覺得是可以建議的 好的 我想先問一下 這是公司的公司 公司工作 來的 還是好像一些 什麼 Welfare Group 就是自己的員工 自己做的 就是你當作 例如Christmas Party 他又搞些事情 如果之前印度 有那些什麼 什麼折 就是他們那些折 日的話 又會有一些 慶祝會活動 有時候就去打保齡球 有時候就出去吃飯 他們不是一些說 要求員工一定要去參與的事情 不公平的 這樣 好啊 我首先 我鼓勵 最好 琴擦先琴王 你看誰做organizer 你去找到organizer 你告訴他 其實我很想參與 首先一定要欣賞 四個C 第一個C 我欣賞你搞這個功能 其實我也很想參加 你九年都在這間公司 不是 我在加拿大九年 這間公司做了大半年 大半年 OK 都叫做新的人 你可以告訴他 請求幫忙 其實我也很欣賞你搞這個活動 我也想參與多些 還有我也要看看 有什麼地方我可以幫忙 嗯 你做打點 記錄 其實organizer 很煩的 是不是 那你就叫 可能會有些記錄 或者我最喜歡做的 這些 如果去到一個圈子 我很想認識那邊的人 不如這樣吧 我們之後一起 收集那些電郵 電郵好 好 電話好 看你的扣場 對不對 那可能 啊 那個speaker 有些 powerpoint 那些 我交給大家 那些 即是你要offer一些東西去幫 OK 是的 還有 進入那個圈子的時候 你 我鼓勵第一 你早到 早到的時候 你就馬上想 現場的organizer 是不是在收集什麼 排名牌 收集桌 我不知道 你說 有什麼地方我可以幫忙 總之你記住 我有什麼幫忙 還有 你要去到的時候 你看一下哪一個人 可能要下單 跟你一樣 傻傻 可能拿著酒杯 左看右看 那你怎樣 一頭笑一下 看看他有沒有反應 有人沒有反應的 嗯 可能見你 哇 我不喜歡跟男生聊天 很難說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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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總之你有視覺的交往 視線交往 你覺得像樣的 那你 嗨 你好啊 那我就問 啊 你是第一次來啊 啊 你是哪個部份 這些你在公司上很容易 因為一定有共通點 所以 你結合我剛才所說的地方 其實都連在一起 幫不幫到你啊 好 謝謝 謝謝 好不要客氣 那 啊 千教授 你 你有很有經驗的 他 你不需要 你多數都不需要問問問題的 不過你可不可以分享你的 experience 你覺得聽到這一次 我其實覺得講得很好 但找155都不容易的 就是我問問自己 有誰5個真的沒有啊 有5個 有50個 就是就好像他說 香港都是一個星期聯絡一次的 員工也有聯絡到 但是刻意聯絡一個星期一次都不容易 100個更加難找 我覺得自己聽完之後 雖然我接觸很多人 學生什麼都很多 但是真的找到交際的圈子是很難的 還有我自己有一個缺點 我在大家談話和分享也不要緊 我不知道有什麼辦法可以改了這件事 我也覺得是死症來的 我很善亡的 看到別人說了我的名字 我說不出別人的名字 不只是過了很久 過了兩三天當然不記得了 就像昨晚一個酒會那樣 看到五六個人六七個人 再回來再跟我談我已經忘記了 就當場都已經忘記了 那我結果要查一些卡片在這裏 原來我問他拿卡片再問他拿一次 他說我已經有你的卡片了 已經給了你了 我自己忘記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自己是死症來的 不過呢 都生活到這樣的年紀了 都沒辦法了 我只是講了這麼多話 分享一下 善亡這件事很難 我又不認得人的樣子 又不認得人的樣子 又不認得人的樣子 又不認得人的名字 那你有什麼辦法呢 你說 田教授 我給你一些我的觀點 我和你也有一個共通點 我很善亡的 很難記得人的名字 但是我告訴你 這是我自己發明的一個方法 我曾經有一個階段 我試過做領隊 我探索一下會不會做旅遊業 你想想領隊 你這麼多的客人 你怎麼記得那些名字 你要很短時間記那些名字 是不是 所以我最記得 我也很欣賞自己 我那時候帶人去大佛 一天而已 我都會記了整車四十多人的名字 其實他們也很刺激的 但是我是否記性好 當然不是 你知道嗎 從來沒有一個導遊會做這件事 我問旅遊公司 我要拿一個名單 他一定會給的 但我要早點給 因為我要簽到的 是不是 我拿的名單是要背的 我背的名字 就像背書一樣 短期記憶 死背 死背當然背不了 你有印象 然後見到面的時候 都會點名 點名 哦 你叫陳大文 哦 你姓陳 咦 我們有幾個都姓陳 類似的 拿公公點 而且我很記得有一次 有幾個人一起 聊聊幾個 可能整個家庭等等 然後我就會說 我經常把嘴提他的名字 喂 陳大文 你可能跟包小月 可能有些事情都共通 咦? 包小月跟陳大文 你們坐在一起 可以嗎? 把口說很多次 人身體的口說 你腦就會記得 我比較容易記得 甚至我記得 他身體的位置 他坐在哪裡 陳大文 就在左上角 第一個車位 就是這種 你用 spatial verbal 令到記憶 寫 用幾個方法 如果你有心要記這個人的名字 如果沒有什麼必要 就不記得 這些短期記憶 翌日都未必記得 第二 我做的事情 就是最難搞 其實我現在的同學 其實經常都見 但是不適應 印度樣子 有時候每個都差不多 我混亂了幾次 而且那些名字很難讀 所以我 你是不是要串給我聽? 我把口說 念念有詞 念念有詞 才免得記得 所以這個是小小的方法 希望給到提示 但是至於你說 我哪有這麼多人物? 又是真的 所以這個是最佳的盤點 最佳的時刻 給大家check in 我是不是想自己 打開記事簿 打開那個電話的contact 我是不是想好像現在這樣 只有十幾個 每個星期都是跟這十幾個人一起去打球 玩吃飯 沒有了 其他就有需要才找 這個是自己的選擇 如果你覺得 我可以 跟你這幫人 在一起 但人們會走 坦白說 走可能 去了天家 走可能 自己走到別處 走可能是他 他自己很多其他東西安排 慢慢這些人就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你要跟隨 我一百五十五個人 是要繼續評論 定期評論 我沒有講這一部分 這個pool也是一樣 你能不能幫到你 好嗎 分享一下吧 你認識這麼多人 有機會我也認識一下 你怎樣可以認識這麼多人 當然了 錢教授 我想我懷疑他最少 四千幾二千人 最少可能不止 你認識人多 是記名又有困難 是嗎 這個 這個 他不止 他不止 認識一百五十五人 可能是一千五百五十人 還有很多人 認識你 不一定你認識他 這才重要 我有時都很尷尬 你好 死定了 我在哪裡認識他 有時我出入很多不同圈子 這個很尷尬 說說說說 是的 有時我是這樣 有時他說出來 他認得我 我想不到他是誰 我學生也不止 學生也不止 學生也有很多 學生說 我教過我的 我什麼名字 你連畢業 我都已經忘記了 這麼多 不過我想我自己 有自己的 有自己 知道自己的問題 你知道嗎 不過先謝謝 OK 我找另一個人說 OK 我們今天有新朋友 Pam Pam你在香港 我不是說的 你 unmue你自己 你說一下 你的背景 好啊 大家好 我完全不認識各位 但是 我很榮幸 其實我是在加拿大讀書 和做過事 然後我就回到香港 那 在一些 關係裡面 就是 工作 我認識到 Servio 他就傳給我 我有這個工作 很有興趣 其實說一點 我是過去二十幾年 都是在 MNC 裏面做的 我先在一間 全球的 電訊公司 然後現在 去了一間 全球的藥廠 又例如現在大家的 新官 要吃的藥 其實都是我們公司去幫忙研發 就是對這個社會有些貢獻的 那小妹呢 其實呢 最主要都是做 技術 或者IT 和商業 或者怎樣利用 科技去做到生意 簡單來說 那我剛剛那份工作呢 其實就是 幫公司去研究 就是你怎樣利用 網上的平台 無論是 YouTube Facebook LinkedIn Mobile App WhatsApp 各樣電視的 途徑 去做到生意 就是最簡單來說 我們的客人就是 醫生 醫護人員 這樣 那我接下來 會有份新工 所以其實我接下來 會和大家很近 因為我接下來 會是去到美國的總部 那裏做事的 不過我會繼續 在香港 但是我會非常旅行 那如果我剛好經過 我要去西岸的 或者會停 應該說都不奇怪的 那到時候我直接去找大家 但是 on the side 其實我是在預備 我人生的下一場 那我很希望我第二次 離開了一個公司 之後 我會做到類似 這類的工作 就是幫助團隊 去到發展 所以我其實現在 就是要做一些計劃 今天是不是 趁自己還要很 很穩定的工作 的時候 我就開始讀不同的 職業的課程 其實我也練習了 做一個團隊教練 但其實已經有十年了 就是在公司裏面 今天很開心認識幾位 可以嗎? Winston這個 收不收說 非常好 我在三藩市 你在三藩市 You know, say hi 好 好 Franc Franc 你怎麼樣? Franc 你在哪裡? Hello Hello Winston 你好 我現在是長沙 在烏浪 OK Alright 那我 講回普通話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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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謝謝三位的精彩分享 三位提了很多關鍵詞 都讓我感覺蠻清潔的 Vancouver Richmond Lanny Michael 都是我很熟的 第二個 我是覺得中國的這個 傳統文化跟三位講的 其實很多共同點 很多中國的俗語裡面 都是強調這個人際關係 比如說在家靠父母 出門靠朋友 多個朋友 多條路 人脈就是錢脈 那他也提醒人 就是人際關係 也不是完全沒有設防的 他也說整個 哈人之心不可有 法人之心不可無 這也是 可能中國人際關係 比較複雜一點 在國吧 有時候反而還相對 還比較單純一點 那我覺得講的都很好 其實我自己也 也一直 我覺得這個 把自己open 經常參與各種的社交活動 也很好 你像比如說我現在 因為我們這個TPX平臺 我基本上每個星期六都會參加 是吧 我要鼓勵大家都來參加 我們這個平臺就是 什麼 談笑有紅儒啊 往來無白釘啊 這是很好的交往平臺 你要是一個星期 對著幾十個人 你每天 每次參加 你都可以認識不同的人 是吧 再一個我現在 我們每個星期天 我們組織徒步 徒步了 然後徒步的過程裡面 就不同的人 有這個商務信息的交流分享 然後一起吃吃午餐 又是分享 也是個擴大人力圈的方法 然後每個星期二 我們去參加這個英語的 演講俱樂部 又有不同的人參加 又見不同的人 那其他時間 我們也就是 搞商會啊 那辦公室見客啊 那我相信這個 對自己會很有幫助 我這次來常常 就是來參與投標的 因為我們中南大學 很多招標的項目嘛 然後很多上市公司啊 包括國企央企 都找我們合作啊 就一起來投標 所以我來碰碰運氣 然後我們學校最近也要求我 就我們可能會成立一個 中南大學的校友基金 就幫助科研成功的轉化 然後幫助一些高科技企業 去創業 這個也都是朋友信任啊 可是明天 明天我就去見副校長 然後我們會講這個話題啊 像這些項目呢 也歡迎大家也可以一起參與 因為我們搞基金 伏劃項目 以後也可能去 去美國上市啊 去加拿大上市 或去香港上市 當然都有很多機會 一起騰飛 那我就先講這麼多 好 謝謝各位 謝謝謝謝 其實關於Frank呢 我也說說廣東話 其實關於Frank呢 也很感謝他 因為呢 其實我也是 我有一個同學 他在廣州呢 有一個同學 他其實呢 去了德國 讀完農業科技的碩士 又覺得回來呢 去了廣州呢 沒有什麼發揮 那我聽到這個故事之後呢 我就在GBX平台上面 有沒有人做農業科技啊 這個這麼難得有志向 希望幫中國的農業科技再提升 就好像投行致散那樣浪費了 哇 立刻在網上 即我們的平台上面呢 很多很多朋友已經主動會提 可以找到哪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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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致的平台 包括Frank也提到 有很多農業科技的組織 我都可以連結 包括Roger還說到呢 譬如說 袁隆平科技那方面呢 都有些關係 即我會看到呢 其實在這裡 可以把大家的資源拋出來 希望幫到 令到這個世界 會發展得更加好 那我整體上 Being the good force for the world 是的 各位說一說 第一件事呢 阿Frank呢 將會是我們GBX的 一個領導 他在深圳 但是他周圍都有connection 那我真是希望他 即是take over 我們的 you know expansion of GPX into China 多謝你啊 Frank 多謝 講到廣州呢 我們有一位朋友 Win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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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unmue 麻煩你 Winston 就是我的廣州的希望 關於廣州 關於你自己 關於廣州 關於廣州 關於你自己 關於廣州 大家好 我簡單說兩句 我叫Winston 香港人 早幾年就去廣州 其實就是走向大灣區發展的 今天就聽到很多提示 提醒了 有些事情可能自己一段時間就會忘記了 有人提醒一下就相當不錯 現在廣州那邊 有好的也不好 先說不好的 先說不好的 不好的就是 現在都是 我現在是海珠區 疫情 三加一三次會議 其實都在房間裡 有一個封控 可以在小區行動 可以 購物 那些完全沒有問題 只不過 就不可以出外 去到外地 或者要三天居家 隔離 比較麻煩 我先回應 今天的主題 我一直聽 一直令我想起很多事情 例如幾年前 我來廣州的時候 也只是認識兩個朋友 膽躁躁 不過因為是自己人 中國人 香港人走上來 從兩個人開始 到現在都有一堆朋友 不過 其實今天聽到的時候 我有幾個場景 可能都想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 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覺得 人在外地的環境 其實是 認識朋友更加簡單 特別是認識自己 人在外地的時候 自己一見到面 就會在街上 逛街見到自己人 都會打招呼 反而在自己的習慣區域 例如我自己在香港 你到處都是人 那個感覺 我覺得有少少不同 所以建立這種關係的時候 在外地 反而我覺得是更加容易的 就算在廣州也好 香港人 一開口就會更加親切 等於在大陸 大家都是山東人 都是有那種地域的情懷 那個更加很溝通的 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真的需要一些 要知道的方法 另外第二件事 就是在朋友方面 我個人覺得 可能在成長過程裡面 真的比較深入 其實就是中學 甚至乎是大學 或者是同學 那個關係 其實在那個條件環境下 建立上來 是更加容易資深 更加容易談得到的 進了社會之後 更多是商業或者是關係上的 我覺得每個人心裡面 都有把尺 在同學就沒有這個問題 但出來工作的時候 前期每個人心中的那把尺 其實是影響很大的 也都因為這樣的話 反而我自己都覺得 是先想 就是說 見面好怎樣也好 有些什麼地方可以幫到人 就剛才說 Savio 所提的 我可以幫到你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方向 是 我比較推崇 就是先看看自己 有什麼可以幫到人 再從而 真的有需要的時候 如果有需要 就是合適 再開口會好些 不是說 當然了 可以習慣 很嚴重的可能性 求救 譬如說現在 沒有食物 要有人幫忙 那這些 不可以不說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了 不過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至於 那個做法上 有幾套理論 譬如說 認識了七個人 有人說六個人或七個人 透過七層關係 你就可以認識到世界上 任何一個人 只不過 這七個人的位置 是相當 五個 四個 五個 五層就已經做了 最新的科技 最新的研究 什麼厲害過我了 我要七層 不是我 是一個平均的統計 來的 好 我將它加多了 因為對我來的 可能沒那麼容易 我也有個健忘症 記名是比較難的 那 而且 這個就是我聽的時候 我自己一些個人 一些感受 譬如說 真的親密那裡 其實 可能我會 我自己有想過這個問題 過往的同學 無憂無慮的時候 建立的關係 是比較老固的 甚至乎你說兩年沒見 三年沒見 再見到那個感覺 都是不一樣的 特別在同學階段 一起打拼 一起搞個事 一起去做那些事情 那些關係更加好 出來做事的話 往往是 真的要建立那種關係 可能要更長 或者是經過某些危難 或者某些挑戰之下 才可以建立到的 所以反而那些 我覺得更多都是 可能真的在 互利的那個層面去走 就是走心那個 可能我個人看法 都是同學那個階段 會更加 所以我建議那些學生 多參加團體 他們在那個階段 建立更加好的關係 因為內地也是 其實在內地讀書 大家都說 讀書 你在大學裡面 建立那個關係網 比你在大學讀的東西 更加值錢 在現實的情況 我會這樣看 最後 回應這個主題裡面 我最後 回應這裡 其實有一個 反問的方式 就是說 我們現在出外 都會有一個緊急聯絡人 這個緊急聯絡人 其實有時候 我都會拿出來想一想 就是說 好了 請你寫下三個 你有狀況下的緊急聯絡人 我就想一下 到底寫哪三個好呢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好玩 亦都很好的場景來的 因為 你真的需要幫助的時候 而別人需要去聯絡哪幾個人 這三個人 我覺得可以讓大家 可以拿來思考一下 第二件事 就說回我自己 因為我也是做 現在另一個主要項目 就是做青年創業的 也都希望 在GPS裡面 往後很多資源 都會導出去給港澳 和大灣區的青年創業 或者是中小企一起 我自己就不是很大能力 我也希望 透過自己少少的傳達 可以給更多人 可以更多資訊 然後做到他們想做的事情 還有呢 講到農業科技 我看到的群裡面有提到 我都想認的 不過後來我都沒有認到 因為未成事的 因為我最近在港西那裡 其實港西農業是很好的 但是他們的農業科技做得不太夠 譬如說 預製菜 保鮮技術 或者是綠色種植那裡 其實我都想看看這方面 可不可以 甚至農業科技的科普教育 這個都是我想去推動的 往後有機會大家一起再研究 好 OK 好 分享到這裡 謝謝 Vincent交給你了 遲下我會請Vincent來做個專題 專題講座 Anyway呢 我為了時間的關係 我現在就close了 因為大家的時間都這麼寶貴 多謝各位 今天來 Savio Thank you very much 好 多謝各位 Hacky Networking 明天在溫哥華 offline 可以大家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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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